再看这里是花莲的鼠立凤林荣民医院发生了虐狗的事件 医院有一个狼姓职员因为他每天呢 都有人来跟他反应说流浪狗很吵 没想到他竟然用这个麻布袋把流浪狗套起来 然后就不断的踹狗甚至还把狗狗抓去撞藏壁 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 在事情画面中看到医院外头有一个麻布袋在墙边动来动去 还发出奇怪的哀嚎声 这个不断扭动的麻布袋里头其实装了一只流浪狗 狗狗被人装在麻布袋里头害怕不停的叫 真的实在太吵了 一名职员受不了狗叫声竟然走出来踹了狗狗三角 这还不能泄恨 他还把麻布袋整个抓起来狠狠的往墙上摔 这么一摔原本绑在麻布袋的绳子都松脱了 他把绳子绑回去之后再狠狠的捕了一脚不甘心的走回医院 这样没有天良的虐狗行为都被监视器拍下 出来叫狗不要叫 叫狗也不听我的 电话就一直来 电话一直来就是一时火气上来就出来把踢那只狗 笨笨 叫笨笨 笨笨 但却一直说是因为狗狗会伤人 还这么虐狗 但真的是这样子吗 院内的病犯说根本就有这回事 那我会叫 所以我就不会追人 会不会对你这样子吵得你睡不着觉 对啊 为什么 晚上不会叫 家是有很小了 不然狗狗是不是有追人 还是乱叫吵到人 用这样的行为虐狗 真的很不应该 谢谢张一军华林报道